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目前来说我24位选手里面最佩服的还是华婷婷 因为我觉得她那个两轮开车的确是有点腻甜 因为我觉得她就是外表 然后人员也好 然后车技也有 辣妈话婷婷不仅有颜值又身材 单边两轮行驶的特技更是吓得各位观众都目瞪口呆 难怪各位车手都被她炫酷的绝技深深蛰伏 同样作为特技车手让各位车手们拍手称赞的还有这一位 他就是现实版的藤原拓海 我最佩服的是黄德龙 龙哥 他的飘移非常的炫酷 我都想拜他为师 特技车手黄德龙 酷炫的飘移俘获了大批观众的心 不愧是我们总工队的飘移王子啊 其实除了这些会酷炫特技的车手 这位车手的名字是被最多次提及的 最佩服的徐扬 他除了技术没得说之外 他的这个胆量呢 他的这个毅力啊 真的没得比的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佩服他 我觉得一个是徐扬我们队的 因为他那种受过伤坚持到底的精神 特别让我钦佩 女汉徐扬 巾帼不让虚眉 在上一期的全能体能大比拼环节中 更是带伤上阵 面对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凭借自己的坚持与毅力 顺利完成挑战 谢谢 我爱你们 天空之队 有机会 面对越来越高程度的训练 越来越激烈的角逐与淘汰 到底谁能流到最后 各位车手也偷偷预测了一番 谁会流到最后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谁会流到最后 我觉得流到最后的应该 流到最后我觉得 应该是杀手了 小文很有实力 可能言下言的机会会大一点 可能流到最后的会是杨头 我是女生 我又会驾车 其实比赛不仅讲究实力 有时也是讲究运气的 但无论谁最终胜出 成为最终的王者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训练与挑战 也能让各位收获与成长 本周五晚上9点10分 锁定广东卫视选风车手 更酷炫的赛事 马上开启 您千万不要错过 如果你们还想留意更多 旋风车手抬起幕后的精彩内容 记得留意周一三五晚上 18点20分的旋风驾到 本节目感谢独家合作游戏 腾讯QQ飞车 天天飞车 随时随地玩转飘移 感谢南方网全程网络报道